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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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计划 作为一个开始 推广开去 我用笔写了yes 正如Brian所说的 是 我们需要跟进这个家庭智能装税为计划 我当中提出了更多的建议 这是我们很重视的一个问题 我本人是完成电子工程学位的同事 亦获得预防性工程和社会发展学的证书 研究的就是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 我们讨论的不单只是新能源的技术问题 而是阻碍这些技术推广的障碍 其中一个问题是资金楼 税务优惠很好 但是我们还要有资金来获得这些税位 我们新民主党提出的建议 还有提高建筑标准 在列治文山有很多中小企业的楼房 这些房屋的仓库和办公室之间 没有加设隔离层 办公室里面很冷 可以考虑到这些隔离材料的价格 如果是一千上万批量购买 肯定可以省下很大一笔费用 这样也可以帮助商家折省开支 可以说是人人受惠 竞争力提高了 污染减少了 能源折省了 房屋也更加暴暖 提供税务优惠 我们的折省的开支 同时也都保护了环境 我在列治文山位置倡议了很多年 包括建体育场馆 比市政府使用更智能的车辆等 我们都很重视 我们也都要参与在这项计划里面 建设绿色环境 直树造林 我在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 有一位开发商 有一位开发商 他想要斩树 说是可以再种新的 如果将五十年、六十年、一百年树林的树都弃到 我就可能活不到再可以看到长成这样的树 对我来说 必须是要保证环境的质量 环境的质量 不单单是指自己家里面的环境 还包括外面的绿色大环境 我们所在的社区的河流和湖泊 要保障大自然的环境 以及我们居住的家庭环境 就需要这些智能装修 加装隔二层 更换新型屋顶 已经有事实证明 只要提供税务奖励优位 大家是会这样做的 我还是想提一下 我们可以讨论这些计划 对能源的影响 我们可以讨论清洁能源 对于我们人类的好处 我们加拿大在这方面 应该成为领导者 我们也可以成为领导者 列治文山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实施绿色能源计划 改造我们的城市 可以创造经济发展机会 在实施这项计划的时候 大家使用新技术 建设全新的房屋 全新的社区 可以持续发展社区 这个本身就是促进经济发展 可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我们不要孤立地 只是看到环境 还要看到环境 对于我们经济的影响和作用 在这方面 加拿大应该成为全球的领导者 我知道加拿大最优秀的风力发电项目 是在阿尔柏塔省西南地区 那里的风力发电站 为卡加里市区提供电力 我们在2004年 提出了风力分析项目 在加拿大尋找风力最强的地方 建起风力发电站 从而支援我们加拿大的经济 加拿大在清洁能源技术 和保护环境方面是很领先的 加拿大近期又有一些核能发展计划 我们也看到日本发生的核电站爆炸 我想请问 在发展核能 以及保护环境方面 有什么措施 可以解释选民的关切 毕竟这些核电站的位置 连我们都很近 在我们安省 50%的电能是来自核能 虽然这方面是由省级政府负责的 加拿大的核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 我们要做的是定期的上规安全检查 还要检查这些核电站的建筑物本身是安全 这方面日本福岛核电站的建筑 就有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我们最终要在国会 由所有政党共同合作来做这件事 但是现在政府是怎么做的呢 安省桥克河核电站有一个监管机构 当这个监管机构发现核电站出现了问题 我们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这个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就被解雇了 我们应该要设立这些监管机构 他们的工作应该是独立于政府的 我记得曾经和我的父亲讨论过 我父亲说核能是我们的未来 是我们必须要发展的 我认为核能是好的 除非它出现问题 很不幸 我们看到日本发生的灾难 我认为我们需要摆脱这个阴影 坚持发展可再生能源 充分利用地球提供给我们的资源 休息一会 之后我们将会有一个总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